若南 你这么忙还特意跑过来看我 还是你最好 你怎么了 在沈氏不开心吗 娜娜也没有 同事们人都挺好的 就是工作压力有点大 沈氏有一套平分制度 特别的严谨 每个人工作起来都跟打了鸡血似的 在大企业都是那样的 更何况 沈氏他又是一个把全部身心 都投入在事业中的男人 所以对员工的要求自然就更高啊 现在就已经开始替他讲话了是吧 我哪有啊 一会儿你说话要注意点啊 沈氏马上就到 你怎么不早说呀 怎么了 先走了 干嘛呀你 他又不会把你给吃了 你不知道 沈总规定 在公司里面我一定要躲着他走 距离不能小于三米 说是看见我就倒霉 不会吧 真的 这只能说明 他以前吃你亏吃的太多了 好了 你就安心留着吧 他待一下就走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他 礼物 要不要这么甜蜜啊 什么礼物 你在啊 在这呢 坐啊 嗯 你说有东西给我啊 我自己烤的杏仁饼干 送给你 嗯 嗯 陆南 你手也太巧了吧 谢谢 哎 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工作吗 我和初夏也聊得差不多了 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 没想到 你在沈总面前 看起来那么羞涩 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 我们经常不知道该说什么 怎么了初夏 你刚刚来的时候 是不是带一个文件过来的 想像是啊 一定是辣刚才那个餐厅了 我去陪你去吃 哎 不用了 你下午不也得上班吗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那点东西没人头 放心吧 等会儿啊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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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知道 还有 关于那份计划书 我需要第一时间看到 嗯 你们那边进行得怎么样 我先挂了 还好没丢 一份不太重要的参考资料 我都会回来拿 可有的人呢 去把别人亲手送的礼物 随便给我 这个时候倒是寒沙摄影厉害的啊 可在公司却是另一副样子 因为这是弱男的事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忙忙事业 每天都在卖美奔波 她经常都会忘了给我留饭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美国治安不太好的地区 所以她会把我反锁在屋里 结果有一天 我实在是饿坏了 可家里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一包过了期的杏仁粉 于是我冲了浓浓的一杯 全部挂了进去 很难吃 不是人间的词汇能够形容的 后来 我上途下写 差点因为食物种族见了上帝 在那之后 我就不吃任何 跟杏仁有关的东西了 可是 你为什么不太多难讲呢 麻烦 讲了之后 她还要不住地说什么不好意思 大家都不自在 可是 谈恋爱不就应该 彼此不断地交流 才能更加了解对方吗 而且 就这么点小事 几分钟就能说清楚了 你都懒得伤口吗 许多小事都是没必要解释的 小事 六难她对你是真心的 你对她呢 你对她呢 我对她